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感谢Intel赞助本期影片 让我们可以自由发挥这期的内容 我觉得Intel这一代的产品效能成长是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手上已经有测试过 i9-13900K和i5-13600K这两颗处理器 效能的成长是很值得推荐的 因此在这部影片 你会看到我们推荐Intel最新一代的Raptor Lake的处理器 两年多前 我们将每个主要的电脑零组件单独做了9部影片 一整个的教学系列 观看次数大概20几万 时隔两年到今天 许多硬体都推出新的规格 新的型号 效能也成长很多 当时虽然我们把每个零组件都讲了一遍 但可能没有在选购上 实际解决到观众的问题 所以我们经过两年的沉淀 在这部影片我们改了一下方向 尽力让大家知道 实际在选购的时候 怎样合理的分配预算 知道要买多好的零件 当然这篇的内容也会更浓缩精简一点 所以在用词用字上也会比较去脉络化 欢迎大家补充跟纠正 或是提供自己的选购新法和观点 这次我们也自费提供了抽奖的产品 鼓励大家看完影片 贴出自己用Intel做出来的配单 我们会抽出价值千元的DDR5的记忆体 有在关注硬体资讯的朋友 家姐应该都知道 Intel D12代Oderleg是挤爆牙膏了 效能提升很多 新推出的Intel D13代 效能又更上一层楼 不仅是时脈上有显著提升 单倍的e-core 也是整体效能提高的一大主因 加上现在矿潮退去 前喊叠价 还有SSD的价格竞争持续发酵 最近组装电脑真的是很难得的时间点 因此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跟大家分享 如何用Intel D13代的处理器组装电脑 在选购建议上 我们也会加入另外一个A开头的产品 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说的是Oderleg 这主要是因为 Intel D13代非K的处理器 上市还要一段时间 现在D12代 虽然因为汇率有涨价一点 但还是很好的选择 以Intel Core十几年的品牌形象 以及这边看到的价格 高低阶应该就不用我们解释吧 如果你的电脑需求是持中CPU的运算效能 例如3D rendering 影片剪辑 虚拟机 那么我就推荐直接买D13代 再根据你的预算挑选i5 i7或i9 因为D13代翻倍的Ecore 在这些需求上都是可以有效发挥出来的 那对大多数人来说 打游戏的话 i5-13600K其实就很够了 如果你的银蛋很多 想要把游戏玩到顶尖 或是同时有直播 还有影片剪辑的需求 那买到i7 i9也是合理的选择 那如果预算很紧 预算不到i5-13600K的话怎么办 那如果你除了游戏 就是文书上网 目前也是可以看看 D12代NONK的处理器 或等之后D13代NONK的价格 再来做选择 在实际配单的建议 除非你是比较熟门熟路的玩家 可以自己解决一些问题 否则我个人买 或是我帮别人组 都会优先选择带内显的处理器的信号 而且即便知道已经会装独立显卡了 我还是会这样选择 因为有内显对于未来 检修升级上面都是比较方便的 平常内显 其实也可以分配一些工作给它做 并不会完全浪费 有时你可能会想说 i5-13600K上到i7 哇 差4000块 好 捏一下上了 结果觉得主机版也要升级 那SSD不如换2TB的 不然感觉也说不过去 一前以后可能价差就到8000块了 所以我觉得 每个价位带都有它适合的族权和使用者 预算可行的话 可以多买一接 作为未来用比较久的考量是最好的 但也不用硬拼上到两接三接 因为越往上 整机价格成长攀高的速度会变快很多 这类似买相机的感觉 单机身如果5万 加上镜头记忆卡记忆卡读卡机 长期的储存成本 大概就是10万 那如果机身买到上一个等级 如果10万等级的话 那实际运作的设备大概就会到20万了 当然高阶产品一定有它的使用族群 我现在经常在用的桌机 也是用初代的i9 i9-9900K 用到现在也是很快乐 那主要是因为那一台没有办法升级 不然我也是很想换13代的啊 那它在工作上的确也帮助我很多 游戏娱乐也很爽 虽然我当初买在 17000多的价格 不是最便宜的时间段 但对我来说 买了Intel的i9处理器 是一笔很划算的投资 主机板的选择对新手来说其实相对复杂 你需要一开始就决定 去又要通盘考虑所有零组件 因为几乎所有你选择的零组件 都围绕着主机板在做配合 首先是板子的尺寸 MATX、ATX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多数使用者的场景 有经验、有兴趣 或是有更多的扩充 或是你想要更小的机身 再去考虑EADX或是IDX 不然那就像新手第一次玩游戏 就玩困难模式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要处理 其次就是要考虑晶片组了 选择Intel的处理器 就要选择Intel的晶片组的主机板 那通则上来说 百位数就是它的新旧代数 实位数就是高低阶差异 例如最高阶最新的就是目前的Z790 通常这些数字都会包含在型号里面 但不是经常组电脑的人 你看到这一堆型号 大概就是觉得它是一堆无意义的文字符号而已 因此我建议你可以多善用购物平台 官网的筛选功能 就可以让你更快的了解到所有的产品的定位 另外你可能会观察到 有些比较低阶的晶片组 但它的价格比高阶晶片组的主机板价格还要高 例如说B660高阶的主机板 有一些规格还有用料 都比一些Z690、Z790的入门款的主机板还要好了 那这就是不同版场之间的产品的定位 也是很正常的 目前Intel定位高阶的chipset就是晶片组 在high speed IO的设计 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还有逻辑 Intel让南桥提供数量足够的IO 但与CPU之间有更大的频宽 大约是竞品的两倍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平常在使用是感觉不出来的 但像我有在大量传输资料的话 就会很有感觉 那打个比方 你是希望有很多的水龙头 但是每一个水龙头的水流都很小呢 还是希望水龙头的数量足够 但是水流量总体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水龙头数量足够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实际的水流量 还有额外的小bonus 目前买Intel第12代 是可以装到700系列的主机板 或是买第13代 也都是可以装到600 series的主机板 那这是因为 他们采用同样规格的角位定义 LGA1700 那这个数字要记得 因为后面在挑选散热器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到这个数字 那么讲到主机板的品牌 你一定认识这四大天王 那以下就是我们主观的去排列 它的高低阶的定位 提供给大家参考 实际上产品定位 通常还是根据不同的客群去出发的 所以这个表格就是参考就可以了 而且每一代的高低阶 多少都会有微调 就像你虽然可以拿定位接近的 宾师的E-Class 跟B&W的5 Series 不相比较 但他们终究是不同的品牌 核心精神跟产品也都不一样 实际上我还是更推荐大家 可以进一步去了解 主机板的IO设计 还有它的效能 主机板的供电也要足够 才能够让CPU发挥它的效能 通常这也是蛮多DIY玩家 很难去量化拿捏的地方 因为主机板它不像CPU 有时脈、核心数 或是跑分、效能、价格这些 可以拿来比较 那最好还是进一步去了解 自己的IO的需求 以及供电的程度再来选择 那你可能想说 那照这样讲 主机板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价位 难道买最贵的吗 那我知道 大家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 所以提供一个经验公式 主机板的价格高不过CPU 低低不过CPU的一半 基本上按照这个原则 你就不容易买到很贵的CPU 可是你却达了一个供电能力 太弱的主机板 而让CPU无法发挥效能 另外你也可以留意 主机板上面的供电的像素 以及它的供电的用料 还有方式 那其实这几代的主机板 因为功能更强 堆料更豪华 还有像是全球的供应链涨价 等等非常多的因素 有些定位的主机板价格 甚至已经是以前 同样定位价格的两倍了 所以以前很多会担心 我买i7 i9 会不会搭了一个太弱的主机板 现在基本上 只要不是买到太低阶的 很多基本上i7 i9 都可以带得动了 那当然还是套到刚刚的原则 不管是买旧的电脑还是新的电脑 你都可以斟酌微调一下 通常买CPU 厂商就会给你散热器了 但如果组装搭配的是 像Intel后缀有K或KF的CPU 这种可以额外手动超频的CPU 其实是玩家非常喜欢的 但它内附就没有散热器 是需要玩家自己另外购买 以玩家的角度来说 如果厂商附了一个很阳春的散热器 那也绝对压不住这种处理器 超频的热 那还不如省下来 回馈给消费者 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喜欢的东西 这才是DIY好玩的地方啊 那目前Intel第13代上市的CPU 都是K版的 所以都是没有内附散热器 散热器基本上又分为两种 风冷跟水冷 这边讲的水冷 主要就是指AIO的一体式水冷 如果你第一次组电脑 或是你只组过几次 现在要帮别人组电脑 我都建议装风冷就好了 虽然水冷的效能很强 但是水冷在后续使用 还有保养上 这需要知道一些Mega的 要是它的电脑遇到漏页 那就很麻烦了 而且除非是装到 I7-13700K I9-13900K 这样子非常高阶的电脑 而且要做超频 或是追求特定静音 或是灯光效果 不然风冷其实就已经很够了 尤其我大多遇到 会需要装装电脑的朋友 都是以卖i5为主 那其实风冷 其实是刚刚好的 风冷在选择时 也要留意标示的风冷的高度 跟机壳标示 支援CPU的散热的高度 合不合理 那最好也要多抓一点空间 记忆体高度也要确定 避免机构干涉 高阶的风冷散热 效果其实不会比低阶的水冷差 不过水冷的品质 还有技术 也都有越来越好 或许未来用上水冷的风险 就会低很多了 那如果要上水冷的话 预算我会建议抓高一点 可以优先选择售后保固 理赔比较好的品牌 不管是选择哪一种散热 都要记得CPU扣具的规格 例如第12代 第13代 都是我们前面说的LGA17 那么购买散热器前 请务必确认 它有支援这个规格 那有一些一两年前出的散热器 可能官网还没有更新到这个资讯 那么可以问一下客服 或看看相关的公告 很多品牌都可以申请到新的扣具 那实际在选择散热器的强弱上面 要怎么去理解跟怎么去挑选呢 以i5-1360K为例 在Intel的官网上 你会看到它写Maximus Turbo Power 涡轮功率上限 它是181瓦 这个就是在自动超频下 它会需要的功耗 某种程度上 也就反映了它的发热的等级 而散热器厂商也会标示TDP 通常我就会对处理器的TDP 乘上一个晶电的系数 例如120%到150% 再来选择合适的散热器 那如果你经常在玩电脑 那这些Turbo Power的数字 其实都已经记在你的脑袋里了 所以实际上在选择 可能都是直接反射动作 就会想到要用哪一颗散热器 比较大的品牌标示都是比较老实的 那至于那种TDP标示超高的 然后价格又非常非常便宜的 我觉得呢 大家就看网路上的开箱 大概就可以体会它的差异了 如果你已经有组装的经验 除了外观以外 在效能上也可以进一步综合考量 你希望的噪音程度 希望压制的温度 当然也不用过于要求说 一定要把CPU压在60度70度 才是好的 没有到就觉得不够好 我是觉得不用到那么拼哪 还有一些是大家在看 散热器的文章的时候 可以去了解的 怎样对应到你日常的生活 例如说大多数的散热器 都会测它在满载的时候的温度情况 但其实实际上 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CPU都不会到满载 因此功耗和发热 其实都不会到那么高 那如果你想多了解水冷 大家也可以看 我们之前有用Intel Core i9-11900K 测试了近10款水冷的横向评测 常见搭载独显的机种 显卡可能都占得桌机最大比例的预算了 可能占到50%或以上都很合理 那之前矿潮的时候 显卡涨价涨到不可思议 矿难以后 显卡的价格它是越来越甜 现在真的是组电脑的好时机 不过40系列的显卡一发布 高阶显卡的门槛也瞬间翻倍 当然效能进一步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价格真的提高很多 那显卡可以讲的东西也是蛮多的 之后我们还是单独一起来讲好了 那简单来说 NVIDIA目前还是有蛮大的优势 而选择上也可以从自己的预算和价位带来入手 在效能足够 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高阶的 显卡目前看正规通路 几乎没有3080 3090了 也不推荐在网络上买二手显卡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 你跟卖家的资讯落差太大了 大多数人也没有辨别矿卡或是二手卡好坏的能力 那就算是我自己想要省钱买二手的卡 也不太敢去碰 特别是那些知道很有可能被拿来挖矿的型号 另外现在Intel也推出了ARK显卡 未来市场的竞争是更加激烈 目前我们也使用ARK A770来做评测 敬请期待 目前记忆体刚好处于一个DDR4 改超换代到DDR5的过渡期 DDR4目前效能不差 价格比较便宜 不过未来一定是DDR5的天下 DDR5未来在容量速度上面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价格预期也会随着时间下来 Intel目前第12代和第13代的CPU 其中一个优势就是他们都支援DDR4和DDR5 那这是主要取决于你的主机板是支援哪一种的 两种插槽是不一样的 所以无法混插这个要注意 那好处就是 如果你的预算很紧 那选DDR4的主机板跟记忆体 加起来会便宜不少 而不用刻意被绑定选择一定要买比较贵的DDR5 那现在高阶的主机板 比较多还是会用DDR5 但例如华硕的TUF GAMING Z690 Plus 就同时有DDR4和DDR5两个版本 是可以让消费者选择的 所以就对应到前面说的 主机板的选择真的是要通盘考虑的 记忆体的功能就是储存短暂需要的资料 容量方面提供一个比较低的门槛 给大家参考 要装更多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如之前在其他影片我们有提到 这个就是一个参考 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所需要的容量 那就以你的判断为主 如果不确定的话 也可以在使用的时候打开工作管理员 看看目前自己的记忆体使用的极限情况 提供一个参考 例如目前16GB的记忆体 你已经用到8成 大概是2GB 13GB了 那下一台桌机 你就可以组装32GB的 才能够满足未来的需求 那容量买太大 其实对效能也不会有帮助 但是先装大一点 预留未来使用的空间 也是常见的做法 另外记忆体的安装顺序 也是常见的新手错误 差两条的话 因为目前主机板的记忆体走线 大多都是Daisy圈 通常就优先推荐使用CPU 数过来第二条跟第四条来安装 实际上还是记得以说明书建议为主 那这边比较有趣的是 Intel的第12代到第13代的时迈支援 从4800提高到5600了 那Intel在官方的表格也提到单核心提高15% 多核心提高41% 其中你可以看到 记忆体的控制其实也占了一咪咪 所以之前我就拿了i5-12600K 和i5-13600K 来看看它们的差异 简单说个结论 i5-13600K对于超频的效能 是真的比较好的 同样的规格跟记忆体 可以超到DDR5-6600 那i5-12600K 大概可以超到DDR5-6200 除非是有特殊的使用需求 或是你想害朋友 那不然没有意外 通常都是推荐选择SSD 以目前市场价格来说 SATA SSD跟MW2 SSD 同容量的话 其实价格已经没有什么差了 但是MW2的速度 通常又比SATA还要快好几倍 而且目前PCIe Gen4 和PCIe Gen3的价差也不大 加上现在主机版 都是以PCIe Gen4为主了 接下来还有Gem5呢 那为了爽度呢 我是会选择直接上PCIe Gen4啦 但如果你预算比较紧一点 那也是可以优先选择PCIe Gen3 by 4的 通常这样就可以帮你省着 几百块到一千块 其实差异还蛮明显的 那PCIe Gen3跟PCIe Gen4的速度差异 到底到多少呢 虽然在账面数字和实际跑分 会有明显差异 不过实际个人在使用的时候 体感的差异是非常小的 是可以优先在预算不足的时候 动到的地方 不过容量方面 我就觉得可以大胆投入 例如目前是用512G的话 就可以考虑直接使用1TB或是2TB的 那虽然SSD长期来看一定是走向降价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电脑就是用个三五年了 久久才装一次 那我就比较喜欢一次装好一点的 换个角度来说 其实大多数消费者不太可能在其他地方买到这么便宜的SSD了 例如平常买手机、平板、游戏机 从128G升级到256G 可能就要花美金100块了 哇 开玩笑 现在台币3000块就有一堆PCIe Gen4 1TB很不错的型号可以让你选 那另外目前价格甜蜜点的确是在1TB 1TB也的确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使用需求 所以我会优先推荐大家使用 可是我个人为什么会选择更大容量的2TB呢 因为我觉得目前2TB它的溢价不会到太夸张 而且你要考虑到主机板上面的M.2的空间是有限的 还有磁碟的管理的方便性 还有其他管理的因素等等 所以我个人使用都是以2TB起跳为处 大部分情况大部分使用者还是可以选择1TB 如果是想用大容量阵列来储存资料 我也建议SSD可以2TB起跳、4TB有加 而选择Intel平台也可以知道一下 它有一个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这个功能可以使用 可以了解看看 我之前有使用4条PCI Gen4 x 4 2TB SSD 就有用到Intel的这个功能 也做了相关的教学 还有各个模式的简单测试跑分 对大多数人来说 比较困难的就是选择电源的瓦数跟品牌 大家都知道电源很重要 不过选完瓦数够用就好了 其实不用刻意选过大的瓦数 抓太多的range 毕竟你要考虑预算 而且瓦数大跟品质好 没有绝对的挂钩 那在瓦数的计算上面 因为显卡通常是最好电的 所以如果你选择好显卡 电工的等级差不多也就被锁定了 可以直接找这张显卡推荐的电工瓦数 这个建议的瓦数它都已经估好了 你可能会用到的零件需求 基本上照着买就可以了 或是你可以透过一些网路上的工具来计算 当然如果你很明确自己未来有升级的打算 或是知道自己会装很多SSD 很多外接的USB Thunderbolt的外接 一堆RGB灯光效果 或是很多的高转速的风扇 那瓦数才需要多抓一点 大的品牌其实东西都不会到太差 保固跟售后通常也会比较方便 但是各家通常也会有比较低接便宜的型号 偶尔也会有特定的型号 可能会有灾情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多看看网路上的文章 如果搭配的处理器 主机板还有显卡都是中高阶的 也可能要看一下 电工输出的电源线够不够 12V的供电足不足使用等等 以及该型号的风平 品牌保固售后这些 机壳的挑选 虽然不会像主机板一样 牵一发动全身 但大概也会动个半身 首先刚刚提到 建议主机板选择MATX和ATX 就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而这边机壳就可以优先和ATX的机壳 这个选择性也是最多的 当然如果你要拿eATX的机壳来配 MATX或是ITX的主机板 也是可以的 但就是会有一种 小朋友穿大人皮鞋的感觉 当然真的有这个需要 其实你侧板关上去 通常也看不到啦 但我们通常还是会讲究一个合理性 其他机壳会标出来的规格 其实都蛮重要的 像是显卡支援的长度 CPU的散热高度 还有支援的磁铁数量 种类 还有支援的风扇 安装方式等等 如果你挑选了一个好的机壳 然后搭配整机的规格和视觉 形成不错的平衡 那懂的人就知道 哦 你的品位不错哦 那或者是你真的买到很贵的机壳 可能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反效果 就是里面你即便放了Core to Doe 不懂电脑的人也以为你这台 可能要十几万 那当然我觉得外观这种东西 就存在大量的抄袭 还有致敬的产品 价差可能到两三倍 实际我们也是可以举出一些例子的 但是没有正式的 向这些厂商问过证实过 那我们就不要妄下定论 那此外我觉得机壳是 可以买来好一点的啦 因为你放在桌上用 或是平常有在使用看得到 这感觉是真的很不一样 心情会好很多 现在许多主机板 都会有前置USB-C的功能 加上你可能会有一些USB-C的装置 像是SSD或是手机等等 但是很多便宜的机壳 目前还是只有USB-A的接头 所以如果你在预算OK的情况下 也可以优先找那些 前置有USB-C功能的机壳 来跟主机板做搭配 其他部分我们到后面 实际案例的时候 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以这边来讲 一个经验法则 通常机壳的预算 可以抓全部预算的5到10% 就可以了 或是你全部整台组完 电源加机壳的预算 大概占个10%也是差不多的 这边我使用Intel Core i9-13900K i7-13700K i5-13600K 根据不同的价位等级 做了一些配单 那因为这些是所有等级一起写的 那在思考上就会有一定的惯性 例如大概就不会把i5去配到最高级的显卡 但是现在i5很强 所以你这样搭配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也很值得这样去做 另外也会优先使用那些我们正在使用 或是曾经开箱过的产品 我们自己比较熟悉 以及SSD跟RAM会优先用同一个品牌 机壳跟PSU也会用同一个品牌 这样搭配起来比较单纯 实际大家在搭配品牌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随意的 如果给我比较宽裕的预算 那肯定是直上i9-13900K 最顶尖的效能 当然光是自动超频 功耗就达到250W 散热器我觉得那就要用个水冷了 不过我目前只选择Fractal Celsius S24 Dynamic 而没有用到360水冷 主要是为了整机的美观 所以我选择我觉得最美的机壳 InWin 905 我用过这个机壳几年以后 大概有几个比较深刻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它真的很漂亮 第二个是它真的很保值 现在的价格跟当初出来的价格 好像才差几百块而已 第三个就是 我觉得它目前安装240水冷 对于整体的风道对我来说是比较符合我的使用需求的 那总之就是为了整机的美观 我宁可在散热上委屈一点 那机壳就是锁定InWin 905 而且后续还是有一些其他手段 像是对i9-13900K使出忍数 降压超频之数 在降低发热的同时增加效能 那主机版呢 这张就是ASUS ProArt Z790 Creator 目前这张主机版还没有上市 但是规格已经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了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我根据它的规格 跟过去华硕的定位去推估出来的 理论上这个等级呢 当然也是要配个4090才过瘾啦 不过我们就没有用过4090的卡 而且呢 这个机壳也是有所限制 宽度不够宽 所以可能会装不进来 这几年显卡真的是越吃越胖 现在4090的非公装上来 绝对是没有空间预留给12V High Power的线头 那至少测量了一下 应该还是可以留出官方要求的35mm的空间 之后如果有机会实际来组装的话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那看完显卡再回到主机版 选择内建具有Tengi网路的ProArt Z790 主要就是为了避免要额外装一张 Tengi的网路的扩充卡 就可以避免Tengi的网路扩充卡 跟显卡的发热互相影响 之前我帮朋友升级桌机的时候 有用到Biquette的Silence Wins 4 虽然这个单颗价格不便宜 但是静音的效果是真的很好 反正我们这一单就是预算物上限嘛 那就先来个三颗好了 i7-13700K这颗处理器我们没有用过 手上也就没有相关的测试资料 但是看官网的规格以及别人的评测 大概也可以知道它的效能在哪里 散热器则如愿使用上360的水冷 这个是我们之前有开箱过的 Enermax Decrease Max 3 ARGB 之前特价到2690耶 真的是蛮猛的 记忆体跟SSD就是使用Tingroup 我们最近刚测试完的 这两个我觉得是比较对得起 i7-13700K这个价位的几种 机壳则是使用Corsair的5000D 这是因为Hank之前有开箱过 我觉得前面版的视觉一体性很高很好看 加上测试的水冷 还有可以使用忍数乱藏线之数 我觉得很酷 因为搭的显卡还是有一定的发热量 因此建议可以多装一些风扇 帮助机壳内的散热 但如果你平常下班就是打打游戏 可能只能玩一两个小时 那搞不好 机壳内的热都还没有累积起来 影响到你的效能老婆就叫你洗洗碎了 i5-13600K是大多游戏玩家 引颈期盼的热门标的 前一阵子更是卖掉缺货 玩游戏的话 i5其实很能带显卡了 上到高阶卡问题也不大 当然网上勾 i7-i9在效能上还是能有所提升 但是非常有限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i5已经非常强了 所以除非你的需求 同时也非常吃重CPU 不然以游戏取向来说 i5会是大家目前最甜的选择 明朝的剑可以展清朝的冠吗 周星只说不行 但是Intel现在刚好可以 因为第13代是可以安装在第12代的主机板上 可以搭配便宜的Z690 H670 B660 H610的主机板 况且现在H770跟B660的主机板 也还没上市 所以我觉得现在i5-13600K 搭配上一代的主机板 还蛮划算的 这组配单我就是尽量压低价格 显卡部分如果你有玩比较吃重的游戏 或是荧幕的解析度 更新率是比较高的 我会建议显卡都还可以在网上买 Pop Air是Fractal最近新出的机壳 颜色有超多款的 而且价格以Fractal来说算是非常便宜 但是手感颜色做工依旧是很棒的 白色程度也很高 那如果真的要说缺点的话 就是它前置是没有USB-C的孔 虽然是可以额外加构升级 但是那个价格有点高 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前置有一个收纳盒 有天我突然发现这个动作 有点像是厨师机的水箱 这边可以放一些小东西 真的是一个蛮好玩的设计 第四台我们加码来看Oder Lake的处理器 ZPU选择i5-12500 相较12400它的时脈是略高一点 而且内显的770也比730强上不少 所以我觉得这200块的价差是非常划算的 主机版主要是我们手上有用过 技嘉的B660M AORUS PRO DDR4 其使用DDR4的记忆体 也是可以帮大家省下一些预算 Starker的机壳跟PSU 主要是因为这两款微钢的产品 我们都有使用 而且好像用了不止一个 机壳好像用了好几个 主要是因为之前用过觉得做工还不错 又自带RGB的风扇 帮亲朋好友搭配这个机壳 满意度都蛮高的 而且这个机壳跟电源供应器 好像长期一直有搭配的特价 所以还不错 不过像这张主机版 就有支援前置的USB-C 但是Starker机壳 它前置就有USB-A 那就是比较可惜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还是想要用USB-C 就可以考虑 从后面的IO 拉一条USB-C的线 到前置来用 那这台CPU 如果你想换i5-132600K 或是i5-13600K 也是可以的 那记得就是 要自己买一个散热器 显卡不管CPU有没有升级 你也都可以在网上买 CP值我觉得会更高 那当然有升级的话 也记得要看一下 电弓的瓦数要重新考虑 那这边讲的CP值 就是我个人主观的感觉 如果你用不到那么高的效能 其实买太高阶 那就会感觉到 那个价格的边际效应了 好 最后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来打破前面这些原则 还有经验公式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实际硬备这些参考 如果我想要组装一台 效能不错的Oflash的NAS 那就可以选择一颗i3-12100 价格是4650 以i3来当NAS 其实效能就已经很强了 这个效能的套装NAS 如果不含磁碟的话 大概就要四五万了 再搭配上技嘉这张 扩充性极好的Z690M的主机板 价格是5990 哇 你看这个主机板价格 就比CPU还要高出30%的耶 那为什么不选H610或B660就好了呢 价格不是比较便宜吗 但是因为 它们的PC-H平环 都是PCIe Gen4 by 4而已 但是Z690是PCIe Gen4 by 8 所以我会选比较高阶的 因为实际使用的时候 除了内阶的M.2跟SATA SSD 会需要用到这个平款 还要额外考虑到 外阶设备 还有Tanky的网卡的安装 也都会用这个平款 这方面就是Intel有比较大的DMI 我觉得是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散热器虽然可以用CPU随附的 但是我觉得塑胶的那个卡扣 有时候久了不太好拆 结果这边额外购买一颗 IS40X 我之前有在SROCK DESK MINI B660里面安装过 还不错 目标就是作为纯固态储存 因此主要就是贵在SSD啦 如果整个扣掉储存装置的话 大概是两万六而已 那美光的Crucial这几个 都是我们手上有在使用的 尤其SATA的那个4颗 我们其实目前用6颗再评测 之后测试好再跟大家分享 虽然乔斯伯D41的机壳 可以装更多的词叠 但我希望整体的尺寸更小 所以只锁定D31 另外一个因素是 我发现它有一个8寸的1280x800的萤幕 我觉得这很酷耶 就可以对于视觉化呈现NAS的运作状态是很实用的 另外我觉得可以再加装一张10G的网卡 可以选TBLINK的TX401 主要是它是同类产品中价格比较便宜的新品 搭配主机板上的网络孔 就可以达到10G加2.5G的网络使用 那这样作为OFLASH的储存机才有意思嘛 那它使用的是AQC107的方案 在Windows的系统驱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要安装在其他作为系统 以我过去使用过两三个的使用经验 其实都蛮稳定的 没有什么问题 那第一条空着的PCIe 你就可以扩充其他东西 再加一张Thunderbolt 4的扩充卡 本部影片感谢Intel的赞助 让我们可以介绍各个零组件 以及我们觉得Intel目前的优势 当然它们产品也真的很棒 透过五台从两万到十几万不同价位的配单 讲出我们实际选择的思考脉络 那更多的也是放在实际的选购上 解决大家不知道怎么挑零件的问题 像是不知道挑哪个品牌 哪个等级 或是不知道要怎样抓零件的预算还有价位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实际帮助到你 那Intel第13代是真的进步蛮多的 我们自己实测 多核心也有提高到30%到40% 配单方面也已经尽量选择我们有用过的产品 但有些还没有上市 或是我们未曾实际上手过 就只知道这东西不错分享给大家 那看完我们的介绍 以及五张电脑的配单 是不是觉得其实配电脑 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再加上你实际动手下去组装 还会感觉到更多的心得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响应一个活动 我们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 你想用Intel第12代或是第13代处理器 组出的配单 也可以写一下自己想要组装的原因 这样你就不用怕别人抄袭你的配单了 我们会抽出一位或是不止一位 送出价值千元的DDR5的记忆体 好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